大山从不吝啬向我们馈赠鲜美的食材 在安徽省黄山市的社县 村民们正在像一片竹林集结 究竟是什么宝贝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呢 问仲村的村民要用一场挖笋大赛 迎接东笋的上市 我的队长名叫于瑞祥 他从小就跟着父辈上山挖笋 如何找笋早已形成他的肌肉记忆 不过很多人找笋都是抬头看竹子顶端的方向 可于大哥偏偏低头找 这埋在地下的笋哪能看到啊 那我这里有一个笋 我把它踩一下你看 这脚下才能感到是吗 还真有点感觉啊 就是它比较有一点弹性那个感觉 有点弹性 先把它挖开看看 这个怎么办啊大哥 我先把两边刨开 旁边给它先清一下是吧 我先把它刨开你看 轻一点啊 不能看 这个是大绳你看 出来了你看 这个绳子得了大你看 哦 看到下边 不能从中间下去 中间下去不让它把绳子坏了 坏了对的 然后再跑这边来 跑这边把这边留到一公分 给它剪掉 坐后 坐后出来 来来来来 我看看我看看 真的是啊 问政山是设县的东大门 宛如一道屏障造福当地百姓 清朝时期 问政山笋就以脱颖而出 成为贡品 在隋缘石丹中 也有关于它的记载 可谓宏极一时 东笋味道清淡 质地爽脆 无论跟谁搭配 无论如何烹制 它都会尽全力 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挖笋大赛十分热闹 对当地人来说 胜负比拼早已不重要 满满的收获才更令人兴奋 对当地人兴奋